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一边祈祷着一切还来得及 一边朝着那枚戒指伸出了手臂 但戒指不断下沉 风中找啊找 找啊找 但是寒水逐渐破坏了手臂的电路 不要啊 于是她收回手臂 满眼都是泪水 她就看着它在那闪闪发光 那枚戒指 她终于能看清戒指里面写着什么了 太好了 戒指里面写了什么 这就是本章节结尾了 我们明天继续 再讲点吗 好不好 我也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但已经很晚了 我们说好了的每晚读一章 其实时间不知不觉就 最好还是让嘟嘟来保管 这真是个巨大的诱惑 可是我不困啊 晚安 小丽 满海破坏我的电路 必须再找一找 滴 滴 滴 什么都做不了了 滴 朋友们 滴 很抱歉 滴 暂时滴滴 喘喘气 抓住了 难道我找到了 那枚戒指 终于能看到里面写了什么 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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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写 你在干什么 我在眼公主和戒指 是女王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故事 没错 公主终于找到了 她的结婚戒指 一个关于公主 和结婚戒指的故事 真有趣 你不懂 是那个著名的 机器人公主故事 机器 机器人 在她结婚那天 公主被释下一个咒语 只有读到戒指里面的文字 她才会知道 她到底是嫁给了她的挚爱 汉森龙 还是她那邪恶的双胞胎 巴里森 女巫和变种人的头领 变种人 箭筑上写了什么 我不知道 要等到天黑前 女王才会给我读最后一张 等到天黑 好 等一下 我现在就能弄清楚 女王不给我讲故事 我就自己去找那本书 你不能比我早知道故事结局 这不公平 小丽啊小丽 你知道什么才是不公平吗 让机器人公主苦苦等待真相 我必须这么做 为了公主 那就带上我 不行 小丽 你就乖乖等到今晚吧 带上我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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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嘟嘟蝴蝶 在哪儿 好吧 我们一起去找书 太好了 但我们要小心 嘟嘟们负责保管它 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们要怎么拿刀书 嘟嘟们看守着它呢 嗯 啊 我知道了 这行不通的 我看起来不像国王 会成功的 别这么有脸 我快被你勒死了 哇 出发吧 嗯 哇 嗯 嗯 哇 停下 停下 嗯 嗯 你们好 我是国王 我穿着这件外套 我是国王 我 还有胡子 作为国王 我要拿这本书 没错 我会往前走一步 再往前一点 嗯 再往前 到了 现在我会弯下腰 朝另一边 呵呵呵呵 juga 我会转身 我会转身 拿着书 我这就离开 再转 Research 再转一点 再转 我会轻身 现在 p Pulp P 再见 让我看看 满眼都是泪水 他就看着它 在那儿闪闪发光 那没机制 太棒了 哪大树呢 你好 你好 幸好它没有 是女王 没必要大喊大叫 女王又过来了 快跑 不要转转转 跑轻轻啊 贝贝 你穿着这件衣服 跑来跑去 在做什么 才在原地 秀丽 你还好吗 故事说 看起来说没事 不要啊 我们拿不到它了 不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结局了 耶 这下真的拿不到了 耶 这下 这下真的完了 对不起 是我等不到晚上 都是我的错 哦 重要的是你们没事 我们会想办法知道机器人公主接下来的故事的 机器人公主 就为了这点小事 不过故事确实精彩 你知道故事结局吗 故事里可是有变种人哪 我怎么能不知道 你们读到哪了 我最后读到的是 满眼都是泪水 她就看着它 在那神神发光 那枚戒指 她终于能读到 你们到底写了什么 突然之间 晨曦让戒指闪耀着 前所未有的强烈光芒 公主的绣发被风扬起 她终于看清楚了 戒指里面写的名字是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